在这个夏生经里面讲了一次 在弥勒陈佛经里面又讲了一次 就可见当时印度的公共卫生是非常差的 所以他们需要用这样子的一种神话 各位想想看 现在有车子马桶 你上完车子一冲 车子马桶就把你的粪便冲到化粪池去了 现在连化粪池都没有 直接用公用化粪池 一直冲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 最后到那边去经过污水处理之后 排到海里面去 这是高雄市的做法 花了不知道多少钱 提外话 可是在弥勒夏生经里面 他就讲到这样 那这个 刚刚还讲说 在那个时候地球上面还自然生出梗米 亦无皮果 也就是简单讲那梗米没有道康 直接就是米 这也是神话 想象 极为香美 食无患苦 那那个时候的那个米长出来 就是脱好粒的 简单讲 天上掉饭池 那所谓金银珍宝 车群马脑 珍珠 虎泊 各散在地 无人省路 你看 七宝在地下 没有人看都不看一眼 为什么 事实人民守执持宝 自相未言 那时候有人 当时地球上的人 看到这个宝 拿着这个宝的时候 互相的讲说 以前的人 因为这些七宝的关系 互相伤害 戏必在遇 今天因为这样子 受无数苦恼 如今持宝 如瓦石同流 无人守护 你看 以前的人 为了争夺 这些宝物 互相陷害 杀害什么 然后结果后来 就在人间 可能就关起来 死刑 或者是无期徒刑 或者是有期徒刑 那你到地狱去 因为你有杀业 所以你还是要受审 所以你看 都是因为这些宝物害的 现在我们 我们视这些宝物 如必喜 耳思法王出现 名曰香雀 政法治国 这个香雀王 他的一个大臣 他的一个大臣 叫做 叫做修 修饭魔 印度文 那这个 这个 优丹越人 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树上面 直接长衣服出来 人直接到树上去 像树叶一样 把他拉下来 就可以穿在身上 所以那个 那个什么 神农士 谁人使他们 什么用树叶当做 那个 当做衣服 恐怕来自这个 灵感来自这个佛经里面 讲的 他所有的树上 长衣服 其实就是树叶嘛 树叶来遮羞嘛 不是那个 亚当夏娃 亚当他们都是用树叶 五花果叶子 来遮到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生殖器嘛 可能 可能互相都有点 有点发明吧 自然树上生意 吴有义 而是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在这个香雀大王的下面有一个大臣叫做修范摩 是跟这个香雀王是发小 那他有一个老婆名字叫做范摩月 那这个人因为是他们国里面长得最美的一个女人 比他那个 比那个天地的那个妃子还要漂亮 然后他嘴巴又吐香气 身上又冒香 这些印度人非常会夸张 然后 这个时候弥勒 在弥勒菩萨在兜率天里面 他看到这个父母 不老不少 他就觉得降神下印 印度人他相信的那个轮回是什么 是男女性交的时候 有发出一种性交的味道 他就这样子入胎 那这个性交的不见得是公的母的嘛 但是不一定是人类 也是可能是畜生 所以你会降生到畜生到 也可能是鬼类 恶鬼道 你都可能这样子会去 恶鬼也要交配吗 我不知道 反正 只要是在那个友情类 不管是那个人 或者是那个畜生到 都是因为交配 有味道 这是印度 也就是佛教里面 说的这个头生的这个 OK 他投生到这个大臣的太太的 那个肚子里面去之后呢 他也是从这个左斜 就从这个哥斯窝子里面生出来 跟什么 跟释迦摩尼的故事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很多的佛经的故事 基本上的架构都重复 重复 你可以看 在道教里面都也是敷衍这些故事 所以你觉得说 抄袭之风很胜 就是创意 创意其实不多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说 你清净善知 像我这样就好了 我只要讲故事给你听就好了 也不用去读经了 你知道这个故事 因为我讲的都是诚实言 我不会加油天主 东帅铸天各个唱念 弥勒菩萨以降神 以降神升 已经下到那个地 然后他到了这个香脆王 他的大臣他们家 降神到他们家 这个大臣 修 他的爸爸叫做 人间的爸爸叫做修范摩 就为他 为这个儿子 出生的儿子 取个名字就叫做弥勒 弥勒 弥勒这个名字就是由 一个人间的一个人 也就是他的人间 投身人间的 这个爸爸 给他取的名字 就叫弥勒 弥勒菩萨有32相 80种好 庄严其身 身黄金色 注意 这个时候他身上是发黄金色 也没有讲说 他有肥头大耳 都没有 也就是说弥勒在他的 他前世是阿异多 升天 然后到都在天 修到到一阵 修到一定时间之后 他又降生 降生到人间 又到一个印度人 印度人的一个大臣的 他没有降生到王室里面 降生到大臣的太太的肚子里面去 生在那个大臣里面 在家庭里面 不是王室 那那个大臣给他取的名字 就叫弥勒 弥勒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那最后这个 他们在这个 他们那个国家的名字 那个国家名字叫做赤头城 在上升经里面说 那个地方名字叫赤头末 还有一个末 那在这个下升经里面讲 叫赤头 翅膀的赤 头脑的头 那那个末是本末的末 就是末了的末 那这可能是一个意义的差异 其实应该是同一个地方 那后来这个米勒在家的时候 未经几时 便当出家学到 尔石去赤头城不远 有一棵树 叫做龙华树 为什么叫龙华树呢 是因为那个树的杆子 很像龙卷曲的 弯曲的 那它的叶子呢 很像花 所以叫龙华树 那龙华三会什么龙华 什么一大堆的 龙华教什么叫 那个龙华从佛经里面出来 龙华的意思就是这样 树干弯曲 叶子很像花 龙华 花者花也 高一游行 广五百步 使弥勒菩萨 坐笔树下 成无上道果 当其夜半 弥勒出家 急于其夜 成无上道 使三千大地 萨土 六反震动 那这个 讲到这里 他一出家 坐在那个龙华树下面 到了晚上就悟到了 这个故事你可以看 跟那个佛陀 释迦摩尼 在离连河畔 在那个菩提树下悟到 几乎是如出一侧 但是 释迦摩尼是苦修 苦修了很久之后 最后才悟到 而这个弥勒 一下就悟到 这个就是 它是树成般 那这个时候 全 全个宇宙 通通在 真相走告 弥勒已经成佛了 今天弥勒已经成佛了 天空中互相 真相走告 全宇宙 都在传这个 不管是天人魔鬼 阿修罗 什么地狱 全部都知道 弥勒已经成佛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甚至于连那些魔王 都会帮他开道 也会帮他做这个 那尔什弥勒 见为说法 跟这些所有的天龙八部 什么人非人等 全部的人说道 说什么道呢 与说 说法为妙之论 所谓论者 师论 戒论 升天之论 欲不尽 想 出药为妙 就讲这些 讲这些道 这个 结果他就度了多少人呢 度了八万四千人 这些是一般 一般的人 得法眼镜 那时候善才与八万四千人 通通 这个 到佛前面 就到弥勒 弥勒佛前面 是要求出家 善修饭行 进成阿修罗道 通通变成阿修罗 阿罗汉道 阿罗汉是一个比较高的果位 就是 就立刻就成就了佛果 那他 他度了一大堆人 包括香雀王 这个一大堆人 包括太子 这个香雀王 因为他的关系 他舍了他的王位 他有 他有白子千孙 全部出家 只留一个人 继承他的王位 连他也剃头了 一下子全部都有八万四千众 求做沙门 在后面都是他度了很多人 那甚至于后面 后面还度了上亿人 好几亿人 他把他爸爸 他把他生父 修模范 也度了 也出家了 也是得了阿罗汉 然后他妈妈 也出家了 而且还带了八万四千 财女之众 之佛所求做沙门 而是诸女人 尽得阿罗汉 都变成阿罗汉了 一步到位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讲 这个佛头就跟他讲说 叫他就带着信徒 一起去找谁呢 找这个 尔时 弥勒当说三圣之教 如我今惹 佛头说弥勒 他讲的三圣 三圣 就是什么大圣 小圣 金刚圣 这些 他讲这个三圣之教 然后就像我现在讲到 那个现在那个时候 弥勒那是未来世 弥勒下生是未来世 要还很早很久以后 但他现在先讲预言 他说就像 将来弥勒也会讲 我现在讲得到 因为我的讲得到 你们都不信 所以才要接班人 这就是我个人认为 弥勒三经的原始 目的就是因为 释迦摩尼在世的时候 很多人不相信 他讲的东西 因此他 而且他会死 他死了之后 要怎么传呢 传给大家社也不对 传给阿难也不对 他们都是人 没有什么神通 神通都是佛经里面讲的 因此他认为说 还有一个未来世 就是弥勒 可是弥勒他设定在 很久远以后 才会降生 可是他已经讲了 他弟子中间有 大家社者 行十二头驼 过去诸佛所 善修泛行 此人常佐 弥勒劝化人民 尔时 加社去如来不远 结家福作 正身正义 系念在前 尔时世尊告 加社 无今已衰后 向八十余 我已经快要八十岁了 尔时如来有四大声问 堪认油画 智慧无尽 众德俱足 云和为四 有四个人 佛陀有四个大弟子 可以是他的接班人 四个声问弟子 声问就是 一听到道 马上就成佛了 第一个大恰色 就是佛陀的接班人 第二个 波图探比丘 第三个 冰头颅比丘 第四个 罗云比丘 这四个人 如果各位念八十八佛的时候 每次佛经里面都会讲这些人 只是其他人 就是语言不详 但是大家设在佛经里面 不断出现 因为他是佛陀去世之后 第一个接班人 第二个接班人是阿难 第三个以后可能就 就都不确定了 虽然有释迦普 但是未必见得是真的 如等四大声问 要不虐盘 须无法莫尽 然后乃当虐盘 虐盘 大家设一不应虐盘 要弥勒出世间 所以者然 弥勒所化弟子 尽是释迦文佛弟子 有我浅化德尽 德尽有漏 OK 其实这个时候 佛陀还没死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大家在讲 你不能灭度 你必须要等到 弥勒 弥勒下身的时候 你要辅助弥勒 去传道 他简单讲 在人间的 佛陀的接班人 是大家设 可是实际上 佛陀的指定的 接班人是弥勒 而且他还希望 大家设能辅助弥勒 去传道 因为时间很久远 迷勒 其实大家早就入定 入定灭禁定 简单讲就是挂点 必须要用咒语 或者是用铃铛 来引庆 把他叫醒 叫醒 因为他已经进入灭禁定 肉体已经整个腐化 身要骨骷髅了 但是这样 身要骨骷髅 连架杀什么 可能都早就腐烂了 那这个时候 他仍然要把他叫醒 叫醒的时候 要什么 要把他 要取这个 尔什阿难 弥勒如来 当取家业的 生杰离 生杰离就是架杀 要诸佛世尊 有尽心 于正法固 所以弥勒 要到那个山上去 就是那个 大家舍的 那个修订的 那个山里面 山洞里面去 那时候 他已经是一个骨头 骨头状 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他肉体基本上 已经都 都剩下 枯骨了 甚至于连这个 这上面讲说 石家舍 身体厌然 心善 心善的意思 骨头都烂了 烂了一堆骨头在地下 散在一地了 连骨架都散掉了 这样子他还没 他还可以再把它唤醒 唤醒的时候 要他把 释迦摩尼给他的 传给他的那个法衣 就是架杀 再交给弥勒 穿上 因为大家相信的是 弥勒 好 那讲到这边 就是这就是 这就是简单讲 就是 弥勒下神 弥勒要先上神 从人间上神到 多寿天 再从多寿天 下 下神到人间 然后再来传道 那再来就是 第三个就是 弥勒菩萨 佛说弥勒菩萨 大 那个 大成佛经 这又是佛陀 又在 又在讲故事 又在讲说 讲说这个 弥勒是怎么样成佛的 这是一大堆的 那个 那个 一大堆的 那个信徒 这个 此足大众 心皆可养 类如圣语 欲闻如来 说未来佛 未来佛就是弥勒 开甘露道 弥勒名字 功德神力 国土庄园 以何善根 何戒 何失 何定 何惠 何等智力 得见弥勒 我们要修什么样子的 一个功德 一个修行 我们才能够去见 才有资格去见到弥勒 求他 为我们这个 为我们这个 开 开示 于何心中修八正路 八正路就是八正道 摄利佛发 摄利佛 这个 他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问 问这个 佛陀 那 所有的那些 那些听众 统统一起 一口同声 发这个问 希望 四尊 使我等于未来 是得见人中 最大果报 三界 眼目光明 弥勒 普为众生 说大慈悲 因此就 请佛陀 再来讲这个故事 那佛陀 佛陀就 就就就 就讲了说 这个 这弥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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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 弥勒的世界 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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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 巨足 八百 八万四千岁 那个时代的人 可以活到八万四千岁 在弥勒的 弥勒的世界里面 五有中夭 人身 西长 十六丈 日日 长寿 极妙 安乐 每天都快乐得很 由生 禅定 引为 乐器 非常的 那个 非常的 这个 每天都活在 法洗当中 唯有三病 有哪三病呢 这又是 人间的病 第一个 饮食 第二个 便利 第三个 衰老 那个时候 那时候的人 那时候修行者 已经活到了 八万四千岁的人 还有三种疾病 第一种是 饮食的疾病 还要吃吗 喝吗 第二个呢 便利 大小便的病例 这都是人 人才会有的 怎么会 已经修成 这样子的人 人类 还会有这个病呢 第三个 衰老 已经活到 八万四千岁了 还要再谈什么 衰老 那个时代的人 已经超级长寿了 女人年 五百岁 才开始出价 有一个大臣 叫做赤头墨 刚才讲的是赤头城 现在是赤头墨 在讲那个 非常非常巨大 那个地方 那个非常 到处都是七宝 有一个龙王 叫什么什么名字 来守护 日夜拥护赤头墨城 这个赤头墨城里面 租人民 洒少 清净 舍有便利 地裂受之 受解 还和 生赤莲花 以碧晦气 你看这个 这个 这印度 印度人 他的那个想法 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好 有趣 他说 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 那个 在赤头墨城 这个地方的人民 他们每天都在马路上撒扫 所以很干净 然后呢 他如果说要大小便的时候 地就裂开 然后就 大小便就 搭到地底下 然后地在 他大小便完了之后 地就合起来 那不只是这样 因为你大小便会 会有臭味 尤其大便会有臭味 他说 那个地方还生了一种 红色的莲花 那个莲花呢 有自然的香气 各位 如果各位对中国的 那个厕所历史 有了解的 古代的 古代的人在那个 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用两个 那个植物的种子 有香味的植物的种子 塞在鼻子里面 因为他大便有臭味 帝王也是这样 没有 无一幸免 因为那时候 你用扇子来扇的时候 可能臭味四溢 当然了 厕所里面放了很多的 那个香味的 熏香 那什么一大堆都有了 那个 各位有兴趣 可以去 可以去看 但是印度人 他是这样解决的 他是用这个 这个地方居然有 特殊的地理 地理条件 他不用抽水马桶 那个大地自然会做 这些 那个时代的不同 刚才前面讲的 赤头城里面也是这样 现在是赤头末城里面 也是这样子 十四人民 若年衰老 自然行止 山林树下 安乐淡薄 念佛取尽 命中多生 大饭天 天上 及诸佛前 祈土安稳 无有怨贼 劫切之者 这患成意俱乐 无闭门者 亦无衰老 水火刀兵 及诸 鸡井 毒害之难 各位 他说 那个时候 世间的人 如果年纪衰老的时候 他就自己走到 三陵 密陵里面去 去里面干嘛呢 安乐淡薄 念佛取尽 到里面去 自己找个地方 找棵树 或找个什么地方 坐在里面打坐 然后念佛 然后准备怎么样 准备等待死亡 各位看那个 大唐西域记 就是那个 玄奘写的 大唐西域记里面 那个时候 印度的风俗 就是这样 不管是信教 不信教 是婆罗门 不是婆罗门 你信什么教 都是这样死的 还有的人是自杀死的 到恒河里面去 直接把自己淹死 有病的人 疼痛的人 比如说 斯加摩尼 到印度去起庆的时候 他的师父叫 戒贤和尚 戒贤和尚 是一个 纳烂陀士的助辞 他当时 全身都有病 有那个 有那个老年的时候 他全身都有一些 那个什么 很疼痛 大概是发炎 或者癌症之类的 他速度要自杀 结果一听到 大唐来了 一个 一个 一个生人 想来这边求道 他打起 垂死病中 金座起 打起精神来 他说我一定要接引这个人 所以他不死了 不去死了 连戒贤这样的高僧 他都要自杀 你就知道 那个时候因为 因为没办法 没有办法止痛 可能那时候的 各种方法没有 就算修行 修行到那么高的 大行的人 玄奘的 印度的那个 纳烂陀士的助辞 都要寻死 你就知道 这个佛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 是有矛盾的 他说这些人 在树林里面 自己等死的人 最后死的时候 都会生到大饭天 或者是诸佛前 然后那个地方 就很安乐了 因为你到天上去 当然就没有 人间这些刀贼 也没有人会强奸你 也不会有什么 所以这个 所以到了那边去 人常慈心 恭敬和声 就简单讲 就是一个乌托邦 简单讲 那个时代的那个地方 他说 皆由弥勒 持经殉道 持不杀戒 不吃肉固 因此因缘 生得彼国 简单讲就是 因为弥勒在那边 教化大家 戒杀放生 然后不要吃肉 素食 注意 弥勒在强调的是 吃素 所以佛教里面 在释迦摩尼的时代 起到什么就吃什么 在弥勒这边 他就讲到 要素食 所以其实这个吃素 什么 都是有一定的进程 因此 那个时候的人 怎样你能够生到 你有因缘 生到这个国家里面 你都是什么 都是面貌端正 威相聚足 如天童子 有八万四千种 种宝小臣 皆以为眷属 赤头莫臣 其处最终 也就是这样 有那么多的未臣 那中间最宝贵的地方 就是赤头莫臣这个地方 那刚刚已经讲过 赤头莫臣是那样子的 到处都是宝物 什么什么 那原因是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 因为那个弥勒在那边教化 教化大家 使得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乌托邦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 其他讲来讲去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佛经里面 有所谓的那个 有所谓的这个创意的地方 不是很多 然后他讲说 这个在赤头莫臣里面 这个归一法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这个这就是洗脑 不断的告诉你 三归一 这个时候 这十城中有大婆罗门主 名修范魔 简单讲就是 弥勒的身父 人间的身父 那个修范魔 婆罗门女 婆罗门总姓的女子 叫做 范魔拔蹄 心性和柔 弥勒脱身 以为父母 虽属胞胎如油天空 放大光明 等等 简单讲 他出生的是紫金色 距32年大丈夫像 做宝莲花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一些异象 那简单讲就是 讲了一大堆就是 就是他的成佛 也就是刚刚讲的 也就是在这个 也就是在这个 龙华树下 一页就 就就成佛了 成佛了之后 他就开始讲到 就是这样 那其实 米勒上身经 米勒下身经 然后米勒成佛经 其实讲的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的故事 那至于说 那个米勒成佛经里面 那还有讲了很多的其他的人 还有一些 寄语啊什么 其实 那个都不是太非常重要 那重要的就是 但是他为了要取信于这个大众 所以他把那个大加塞在山洞里面 大加塞已经入定了 入了灭境定了 那么久了 骨头都散了 他还要把他的那个佛头传给他的法衣 把他交给弥勒穿上 那个法衣难道没有烂掉吗 当然不会烂掉 因为是因为是因为是佛陀的嘛 都是神物嘛 可是那个加塞的骨头已经散架了 当米勒把那个加塞的那个佛头传给他的法衣 传上之后 就把加塞正式的把他的骨头建塔 把他供起来了 也简单讲 入刊了 那以上就是米勒三经 为什么我要谈到米勒三经呢 因为米勒这个在中国历史里面 利用米勒这个名字来作乱 造反的人很多 首先一个我们讲说那个五则天 五则天他有的人说他是那个什么 观世音化神 其实不是的 他虽然有 他虽然是那个 很多当时的很多人 他想要找到正统 所以他依托佛教 依托佛教 他认为他是弥勒佛下身 他是弥勒佛的在世的 在世的佛 所以他认为他是弥勒佛 不是观世音 也不是其他的神 他是弥勒佛 因为弥勒佛在佛经里面 没有正式的形象 虽然他是一个男的 然后我们再来跳到明朝 明朝的时候 那个 元朝末年的时候 一个寒三童 一个师徒 相间的师徒叫韩三童 韩三童 他是一个白连教徒 他们家有好几代都是传白连教 可是他本身是一个 据说了 他是一个老十八教 一个老的一个师徒先生 虽然他们家是有弥勒教 而且有信徒 可是他里面 信徒里面有几个 政治活药分子 比如说叫刘福通等人 就鼓吹他说叫他起来 这个时间到了 该该要造反 他就就利用什么呢 他不是利用白连教里面的东西 他是用什么 弥勒下身 明王出世 就是弥勒下身经 弥勒下身了 明王要出世 我讲过 明王是明王的意思 各位有兴趣 可以多看大明王朝的命名原因 那这个 结果后来他就什么 就把那个韩三童 就拱成什么 明王 他就是明王 所以韩三童是明王 可是他一开始造反 巨重要用武力造反的时候 立刻就被剿灭了 被元朝的官兵剿灭 剿灭 让韩三童被被捕 当然这个只要造反的人 都是临时猝死 可是韩三童的儿子逃了 韩三童的儿子逃了 刘福通也逃了 他们又去把韩三童的儿子 找到之后 又聚众 韩三童叫明王 韩三童的儿子 韩灵儿 叫做小明王 小明王他又推举他出来 明王出世 继续 那他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